近日,美国明尼苏达州一间当铺 收到一本《二战时期》的相册 里面贴有30多张记录日军侵略中国的照片 其中更有几张疑似是从未公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 当铺老板艾文·凯尔表示 几周前,一位顾客找到他 告诉他有一本《二战时期》的相册 想和他分享,并看看能不能帮他找到买家 凯尔说没问题,就收下了相册 据凯尔介绍,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相册 里面有成百上千张拍了非常好的照片 相册前面部分的照片是一些生活化的场景 他猜测应该是在日本人引发战争之前 而后面的部分是在南京或上海拍摄 内容包括有人被处决,被斩首,被折磨 还有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尸体 凯尔称,自己看到之后非常愤怒 而这样惨不忍睹的照片有30张左右 他说自己在学校主修日本研究 所以他知道当时只有极少的照片存留下来 因此他将非常谨慎处理手中的相册 凯尔希望让博物馆来接手这些照片,而不是某些私人买家 自己也不会考虑交给日本 经过再三考虑后,凯尔制作了有关这一相册的影片 并放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希望相册可以受到博物馆或研究机构的关注 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影片发出后爆火 目前已收到大量的询问电话 而大多都来自中国 中国大使馆也与他取得了联系 但凯尔还没有对如何处理这本相册 做出最终决定 1937年12月 当时人所照的南京大屠杀照片 若不是被日军销毁 就是已经收藏在博物馆里 近日,当铺老板凯尔公布他所看到的照片 再次提醒我们 在国与国仍存在敌对与侵略的今天 不要忘记战争杀戮的可怕 圣经里,上帝曾经要他的子民 借着有意义的事物 例如,衣物、仪式、节日 来思想神的话 向神感恩,并教导后代 很庆幸 凯尔深知这本相册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希望成为公共资产 作为世人的警惕 他的态度令人敬佩 但愿这本珍贵的相册 最后能被收藏在最合适的国家和地点 开录者视频 全新制作励志性节目《活出彩虹》 在三月份开始播出 现今疫情依然肆虐 新一波疫情在香港爆发 使医疗系统受到极大冲突 而乌克兰的战局令森林涂炭 整个世界就好像乌云密布 令人透不过气 在这个看来使人伤心绝望的大环境中 开录者制作了《活出彩虹》 这一励志性节目 让大家知道 虽然生活困难 但不必感到绝望 只要坚持到底 人生总会有出路 而基督信仰或许就是最佳途径 《活出彩虹》有粤语、国语两个版本 粤语版将抢签播出 首播时间为每周三 敬请留意收看